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今天我们GSG 跟大家回到肯特郡 一个叫做Canterbury的地方 看一个新楼盘叫做Woodlands 这是巴拉斯的发展商 向这个方向走大概10分钟 不够就去到火车站 有直车去到伦敦 小学的话 欧生亦在这里的左手边 因为巴拉斯的屋间快到尾了 所以现在放售两间示范单位 包括前面这间四房独立屋 一千尺多一点 一个比较小的四房单位 我们上次介绍过这个单位 大家可以看看下面的连结 我们今次介绍的 就是前面这间三房半独立屋 都是一个屋卷入口位 旁边有个carport 加上ca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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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三个泊车位 这个屋间叫做Maisstone 发展商说这个是925尺的单位 外面的窗都很大 有个前院 正正外面就是巴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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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一些 就已经到了一间 farm shop 一间浴宕 一间浴宕 以及建立一间新的tesco超市 外面就是传统的红砖 旁边是另一个单位 旁边屋的单位也剩下的 挺漂亮的 那我们先进去里面看看 我们来到这个叫Maisstone 的示范单位 尺数是925尺 比我们平时见的Maisstone 还稍微大一点 通常就大概830尺 左右 进到这个位置 都算是不是窄 这边有两只门是怎么运作的呢 这门是通到客厅和饭厅那边 这门呢 就是楼下的洗手间 有点可惜没有窗 因为其实这边已经是外窗 上来的了 在我们的 在镜后面的位置 不过也有个抽气线 那星盘是比较小小小那种 那后面是铺了长子 这个镜示范单位 下面就是铺的地板 有一个地板 有一个地板 在这里 再看回玄关位 有些玻璃可以透光进来 还有这个位置也有一个地板 有一个地板 有一个地板 放在这里 那当这门是关了的时候 那其实会将很多的 冷的空气 隔走了 那大家可以相信 当这门关了的时候 开了正门的话 那也都不会将一些 冷空气这样插来 或者将一些热空气这样 转出去 那也都会比较保稳一点的 那接着呢 就看一下客厅的位置 那以一间三房单位来计算 其实客厅都不算叫做小的 那看到呢 前面可以放到一张 三至四人梳化 那旁边可以放到一张 二至三人梳化 那电视就放在这里 那窗的比例上都算是几大 那差不多是大半的窗 都做了来做窗 那下面有个radiator 那窗的位置 也都可以 上面那大半可以开到的 那至于景观方面呢 那这里就是 看回外面那条的大街啦 那都有多少的车声的 但就不是走得快那种的路 那大概三十左右啦 不过一人银快点的 可能银三十多四十 那正正这个牌的后面呢 那就已经有巴士站 所以坐巴士就非常之方便啦 那这个都是一个的 现有的民居的位啦 那见到前面的 那都是有Bungalow Ditage 或者是Semi的单位 那在这些的屋后面呢 那就是一间小学 那行他大概五分钟左右啦 那这个厅的尺寸都挺好的 那地下呢也都是铺了Antico的地板 那我们上去楼上之前呢 那就看一下厨房 连来个饭厅的位啦 那一个的U型的厨房啦 那这部呢 那其实是可以把六人的饭桌 没问题的 那这个 那这个 那是一种叫做Silver Kitchen 的一种的配套 那叫做Silver Kitchen呢 那大家会见到 那些电器呢 是没有用厨柜去包住的 那还有那块 那那块擋油那块板呢 一个主食楼头那块 那就是做回一个 那这个单位呢 是没有过洗碗碟机的 那一个芯盘呢也都够大的啦 那就是对着前面的窗 去看回一个花圆啦 热水楼呢 就藏在这里 那他的儲物的位置都挺多的 那上面那些全部都是用来儲物的啦 那去到下面这边那些呢 那都是的 那有柜桶啦 朱食爐头啊 烤炉啊 出油烟机啊 那本上都齊了的啦 那这几个呢 那都是柜啦 那都心的这个柜都 那洗衣机就放在这一个位置 那这边有莫地玻璃的门 可以出到花圆那里 那我们转头和大家看一下花圆 花圆都算是正正方方的那样的型啦 那和呢 那泊车呢 那其实是在这个位置 那所以很大机会呢 这只门呢 才用得最多的 如果是开车回来的话 那那一台巴士的话呢 就是用回正门 会比较方便些 那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 那其实可以放回一张六人饭桌 又或者如果人多的话 那可以将饭桌伸展来前面的这个位置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也是把楼梯底的位置收起了 那我们做了一个Storage 那宽品也都放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很多时候见到这一种的单位呢 那那个的柱物的位置 那门口呢 要是放在这里 又或者呢 我会放在大概这个位置 那现在放在厨房里面呢 那其实坦白说是会方便些 那不过呢 那这张饭桌呢 如果放得太贴在那边的话呢 那就会比较逐定一点点 那如果是放在这个位置 那那个电视坦白说 就未必可以放这么大的 那所以这种的间隔其实都不错了 我都宁愿它放在那个镜厨房里面 比较好些 那这个的FAMOSAS 就是控制住全家屋 除了主人房之外的所有的暖气 一条直的楼梯 那边不是对正的门口 那楼梯呢 是铺地毯的 那基本上楼上的 的Landing位 和房子全部都是铺地毯 那上到来之后呢 那感觉上也都不算局促的 那起码走廊的位置比较阔少少 那这边呢正正看着的 那就是FAMOSAS BATHROOM 这边有一间的商人房 那去到我们现在前面呢 就是一间的主人房 和个单人房 那我们就先有个FAMOSAS BATHROOM 开始看器了 那地下呢是铺回 vinyl的地板 那是有窗的可以开到 有一个正常大的SIZE的洗手盆 下面有个RAIDATOR 那边呢 就是做了半磚 的一个BUNF TUB 上面 又抽气线 看见到的座廊都算是比较阔一点的那种 和我们见过一般的Maze 和单位来计算的话 这个是比较 对了 感觉上开阳一点 那这间呢 是这个单位两间的商人房 其中一个 那可以放在一张大的商人床 这边有个入场衣柜的位置 那示范单位呢 就会留下这个的 是 入场衣柜的啦 那另外呢 后面呢 那都还有个位置 可以用来擠一下 那窗来计呢 那都不算小啦 是啦 整只窗可以打得开 那进回来这个单位的话呢 那就见到前面呢 那辆灰色车啦 那是刚刚借多少 那有个位呢 那是下方有个 那条路是进回来的 那可以见到我们的 右上边有个灰色车啦 那这里呢 是可以拍到 两架车 再加上一个carport 那旁边的屋呢 都 整得几靓仔的 那个花园 其实旁边的前院和花园都整得很靓的 好 好了 跟着呢 那就看下一个主人房啦 那主人房呢 是把一张的大的商人床啦 那其实他有两个入场衣柜那么多的 那前面有一个啦 那另一个呢 那就是个门的后面 那基本上整个位呢都是用了来做入场衣柜啦 一边再来看看 那前面呢就是个案子 那我们转头去看看 这边呢 那还空位可以放一张书台 可能放一张L自然的书台 那就好用一点 那个景观方面呢 就是观看着这条路 那和巴士站 巴士站就是這個位置 這輛巴士就是來回香碑和康德布里的市中心 前面的單位也是現有的民居 接著我們就和大家看看 OnSuite是怎樣 有一點可惜的 其實這裏已經是個外牆 但是沒有一隻槍就差一點 上面有個抽氣線 升盤來計液 這裏也是夠大 這邊有一個棋桿 門的掌線紮實際上進去 是裏面比較深的那種 所以是平時我們見到那種寬的棋桿 不過就是把它打直 不是打橫 這個位置當然是做一個全磚 那到最後就是看這間單人房 我們做客房都幾好的 窗筆理上都幾大 這邊還有一個位置可以放一個衣櫃 這個位置可以放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就是在看著這個景 這個位置 這房間隔壁呢也都有一個 存檔 升高了是因為這個是樓梯上面的位置 直到可以上回Loft 看完了這個maidstone的示範單位 整體來計算 房間的尺寸全部都不錯 大家見到在我們右邊建了幾個建築 將會是一間辦公室或是一間健康 發展商都說明這個位置不會有貨倉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會有些重型貨車出入 看完入面是怎樣 坦白說發展商單位925呎 我覺得感覺上像是一間正常的maidstone 通常都是830呎左右 那種的單位 看完入面後就跟大家看看花園是怎樣 前面都比較多磚的 這個位置 那不是示範單位 通常都是只有兩排鑽 一個水喉 可以 薄了出淋花 花園都漂亮的 同時都不是很難打你那種 都幾平一下 我們看回房間的外表 好 沒有什麼明顯的問題 這邊呢 就是出去泊車的位置 車位就是右手邊的灰色車的位置 以及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再加上前面的車房改裝了一個carport carport跟旁邊屋的位置差不多 這裏就是coach house下底的位置 就是駕駛的車進來停車上這裏 駕駛屋的carport也是這樣放雜物在這裏 駕駛屋都整得非常之靚 這個前縣 這個就是coach house下底 穿過的位置去泊車的位置 這個示範單位的放售價是366995 即是367K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都快點和我們聯絡 這個單位呢 還便宜 發展商在賣另一個清水樓的三房單位 這兩個的示範單位都是屋苑的門口位置 前面有個巴士站 你在駕駛駛駛駛are 已經有一間farm shop 和一間正在建的tesco 我們之前來的時候 這間tesco還是一塊草地 現在已經開始在建房子 已經動了工 在正局屋苑的另一邊 有David Wilson Holmes 的發展商 Barrach 這邊剩下少量的單位 所以接下來要放售 也是David Wilson Holmes 這一邊 如果大家想一個靜點的位置 可能這個單位比較適合 一個三房的燃樓單位 旁邊都是草地比較多 旁邊也有一個四房單位 正在放售 我們之前也有介紹過這個單位 大家可以看看下面的連結 趁這個機會 也和大家看看現在 David Wilson Holmes 正在放售 那條街 部分單位已經賣了 也有少量的准現樓 看到是放售 那這邊的單位 通常都是三房四房的單位 那它的三房單位通常比較大 有少量的 那四房的話 比較多現在放售的 是三層那種的四房單位 那這邊的環境都是相當之靜 那麼我們現在就看看 我們現在就看看 那邊的三層那邊的 巴士站之外呢 其實在這裏走去前一點 真是一分鐘不夠 那就已經去到前面的一個 farm shop 和一個肉檔的了 那今天這個farm shop 和肉檔就沒有開門了 不過不要緊要 那我們之前呢 也都和大家進去裡面看過 和拍過片的 那說明肉檔呢 那就當然是賣肉了 那有很大量不同的肉去賣的 拍好了有有新鮮設有有 那款式是真的包羅萬有啊 那它旁邊那個farm shop呢 那就是主要是賣些菜啊 那還有飲品都有的 那除此之外呢 那在這個farm shop 和肉檔旁邊呢 那見到前面有些圍欄的位 那正正這個位 就會開始是建一間的tesco的了 那所以在這個屋苑 就是門口位啊 那已經有一間的tesco 有肉檔和farm shop 那正正 那正正 那門口也都有巴士站 去回Canterbury的市中心 那火車站剛剛提過了 那都是走路大概十分鐘就到了 那這個是有直車去到倫敦的 不過這架車就不是最快那種車了 如果是快的話呢 那就最好去回Canterbury那個方向 來搭一輛快車 那多多的話 那一個小時多一點 那就去到倫敦的了 那剛才提過的一間小學呢 那就是這個名字呢 Story Church of England Primary School 那是一間 outstanding小學來的 那附近呢 那附近呢 也都有另一間的私校 叫做 Junior King School 那就是Canterbury 好出名的一間私校的 King School的小學部啦 那講返這間States的 Primary School呢 那就是前面這個位啦 那在屋苑走過來的話 都是十分鐘左右就到啦 或者開車的話 那兩分鐘就到 那都算是非常之近的 那中學的話 那就去回Canterbury那個方向啦 看完樓盤之後呢 當然要過來Canterbury的市中心 過來看一下 究竟實地的環境是大概如何啦 那其實這個地方呢 是一個旅遊區來的 一個都過千年的一個 City 古羅馬的一個 很多年歷史的地方 那些店舖呢 都好美的 好有 即不像一些的 好多大城市啊 好多一千篇一律的 店舖 那這些好多小點 那也都令到這裡 是即增加了好多特色 那他除了旅遊的地方之外呢 那也是一個 好多學生的地方來的 他打算有大學啦 那說回大學方面呢 其實這裡有三間大學那麼多 那一間是 專門讀藝術的啦 那另一間呢 比較出名的 那是University of Kent 那還有另一間 Canterbury Christchurch University 那這三間大學的學生 合起來都不少 那講回中學方面啦 那除了剛才所提過的 那一間很出名的 Kings School之外呢 那也都有其他的私校 那還有這裡 那裡面呢 也都有三間的 Grammar School 那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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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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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間的 那些 那一間顏色的 那這些 寫的 其實是在香港 四處擠的 那些 那些 激烈的 那些 那些 那種 那些 有這麼漂亮的畫面 我們稍後也會給大家看看 其實這裏通街都是一些歷史的建築文物 就算大家不過來 住也走走走都是一個 很好的地方 再走前一點就是可以在這裏的 食街 食街之一 前面的酒吧 挺漂亮的 我們再走前一點就已經看到這間Kings School的 校服店 來到Cantabry不可以厭借地標 Cantabry Cathedral 在1070年起 差不多 和現在距離到 1000年 在市中心裏面 旁邊也有些公園 不少地方可以走走走 剛才說過這裏是古蹟處處 前面的修道縣 其實是建於 597年 距離現在 都是 千多年的歷史 這個位置 其實走去清心都不遠的 幾分鐘就到了 在我們現在左右兩邊的 這些住宅 但其實遠一點 不少呢 都是剛才所提過的其中一間大學的 Campus 那間 Cantabry Christchurch University 的 學院裏面 肯定 很少有的 會有一個 Clubhouse的一個屋苑 前面這個單位 非常之靚 大家可以看下底的連結 而在一個 都相當之受香港人歡迎的 Kent的城市 叫做Maisdon 我們也有一個新的樓盤 介紹給大家 附近也有四間 Grammar School 另外屋苑走路五分鐘 也可以去到 火車站 和 大型超市 而在Campus 也有一個屋苑 介紹給大家 叫Saxon Fields 是距離市中心 都算是近的位 可以走路走到過去的 附近也有超市 距離Campus 大概10分鐘的車程 就來到 另一個 David Wilson Homes 的屋苑 叫做Woodlands 旁邊也有 Barratt 的同一個屋苑 David Wilson這邊 就放賣了 不是太久的 都是放賣了半年左右 所以呢 還有不少單位 將會推出的 在正局屋苑前面 也都將會有一間 新的Tesco 除了Tesco之外 在屋苑門口走過去 兩分鐘就到了 這一間的farm shop 裏面也有很多 新鮮的肉賣 大火鍋 正在這裏 也有 不少的 豬扒牛扒 之類的 新鮮肉 而近住 帕特匯的貨車站 大概 十多分鐘的路程 也有一個新的屋苑 發展商是 Barclay 屋苑裏面 都相當之美 在正局屋苑門口 也有巴士 有校巴 可以去到Tumbridge Wells 所以不少居民 都在這裏 不需要送兒子上學 去到屋苑門口 已經有巴士去到 Tumbridge Wells 校網非常之好的地方 我們亦都在片 介紹 這裏其中兩間的三房的 半讀林屋 前面 有泊車位的 亦都是有鐵閘 所以在Kent 亦都有 很多不同的選擇 豪宅又有 比較中產的又有 又或者 是 平民化一點的 都有 所以 在這裏有著 英倫後花園 至稱的肯特棍 我們都有 不少的屋苑 可以介紹給大家 如果覺得 肯特棍Kent 未必適合自己的話 亦都有其他選擇 包括了一個 南部性價比都相當之高 和治安力都好的地方 叫Svindon 倫敦裏面 都有不少的屋苑 又或者是 Milton Kings Redding 連同 Walkingham Surie 和 Harmshire Brighton 就是南岸那邊 又或者是 Kent 包括了 Tonbridge Wells Tonbridge Maystone Canterbury 又或者是 Arshford 而在西南邊的話 亦都有 Bristol 去到中部的話 有 Birmingham 和周邊的地方 東邊有 Cambridge 南邊亦都有 Chichester 和 Oxford Shieldsbury 在近住 Birmingham 附近 旁邊亦都有 Telford 北邊的話 亦都有 Warrington Preston Preston 東邊的話 亦都有 Norwich 整個英國 有超過100個屋苑 可以介紹給大家 總有一個會適合你的 這次跟大家介紹 這個樓盤和 Centable到這裏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歡迎大家留言 Like 和Subscribe 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想透過英國 租樓 賣樓 裝修 甚至乎賣樓 亦都歡迎隨時找我們的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製作人家